大家好,我是喜爱萌 今天和大家分享黄桃罐头的制作方法 做出来的黄桃鲜甜可口又好吃 而且黄桃罐头放一年都不会坏 首先把清洗干净的罐头瓶子 放在蒸锅中高温消毒 盖上锅盖上汽蒸制五分钟 蒸制时间到以后关火打开锅盖 罐头瓶子倒放控水备用 这是刚在树上摘的黄桃 做黄桃罐头的黄桃一定不要熟太狠 用手捏黄桃非常的硬不软 如果黄桃的成熟度比较高 太软的话做出来的黄桃罐头容易碎 把清洗干净的黄桃削去皮 黄桃的皮一定要完全的去除干净 黄桃如果带皮做罐头 做出来口感不好吃 把去完皮的黄桃用刀切两半 下刀要稳要狠才能做到这一步 接下来要用挖胡刀 把黄桃的胡去除干净 黄桃挖过胡以后里面是一个圆形 非常的光滑又好看 黄桃去完胡以后倒入清水 下入少许的精盐 用淡盐水泡黄桃泡至20分钟 这样做出来的黄桃罐头非常的好吃 接下来再给大家分享一个 番茄酱的制作方法 用开水把西红柿的皮去除干净 然后把西红柿切成块 学会这种番茄酱的制作方法 以后就不用买番茄酱了 自己在家做 味道非常的好吃 把切好的西红柿块放进消丸毒的罐头瓶中 按照个人口味加入适量的白糖 西红柿装完瓶以后下面装置黄桃 黄桃泡20分钟以后全部装入罐头瓶中 一瓶罐头白糖量在三两左右 不太喜欢吃太甜的可以少放白糖 也可以不放白糖吃原汁原味的黄桃味 罐头瓶中倒入凉白开 把罐头瓶子加水完全的加满 水一定要完全的没过黄桃 接下来上蒸锅蒸制 蒸制黄桃一定要控制好时间 千万不要把黄桃蒸过了 把咱们做了一罐番茄酱 也放在锅中一块蒸制 把罐头瓶子的盖扣在罐头瓶子上 罐头瓶子盖轻轻放上去就可以 千万不要拧紧 盖上锅盖 锅中的水开锅以后上汽 蒸制18分钟 蒸制时间到以后打开锅盖 然后立即用两块毛巾 把罐头瓶子盖拧紧 罐头完全降温以后 罐头里面会达到真空的状态 罐头蒸好以后 一定要趁热把盖子拧紧 如果有什么不懂的地方 可以在评论区留言 本期视频就到这里 感谢大家观看 感谢大家观看